你 爹 爹 爹 反客 可了不定了出大事了 共 共产党的兵来了 共产党的兵 共军 我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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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看真脸的 就在我眼前过了去 这怎么就强了他这是 说什么都不信 走 真是恐惧啊 可不咋的 脚儿得的 脚儿得的去 脚儿得的 阿姨 二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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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伯伯 是什么队的找我来了 去去去 快摇上去 吓死我了 你个小便宝伯 咋来了 吓着了 我这不跟你闹着玩呢吗 闹着玩啥呀 等你天飞龙回来 我让他办你不转 我给你剁了 剁了你不行 再是说了 没我这手啊 给你滋润的小脸蛋 这小屁股蛋的 滚不早成那萝卜杆了 我这儿对你好啊 你傻呀 滚一边去 他们越来越大了 就算飞龙不回来 就你这样的嘚嘚老爷子看上了 还能轻饶了你啊 他那把我咋的 我还实话告诉你 从今以后啊 我还就不怕那个老不死的 他也没几天好日子过来 你都知道啥了 这你不也知道吗 这共产党来了 那肯定先可他这样的收拾 再这儿说了 就你家那外家飞龙 上次回来杀了那么多共产党 这事就那么简单的弄完了 你别瞎说 我咋瞎说了 而且我还实话告诉你 这你要是趁现在我能看上你 你要是从了我 把我这儿伺候舒服了 说不定这以后 有个风吹草动啥子 我呀还能把你带走 你干啥呀 兜里就给你放下来 放下来 放下来 报告 进 回来了 爸 情况怎么样 情况不怎么样 大部分的老百姓 还是戒备心情强的 虽然李永齐能起到一定作用 可是 大家还是抱着怀疑 和抵触的心态 跟我们简单地说几句 坐吧 如果想让百姓接受咱们 就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大伙儿我们的心寒了 咱们得想点办法 把他们的心给暖回来 还有一件事 我看家壁沟的百姓 生活挺艰难 有几户人家 那穷的 真是一家人穿一条裤子 一双鞋 这冰天雪地大冬天的 怎么过 这样吧 把咱们的备活 全部捐出来 这冰天雪地的 不让大伙儿 才操作你了 同意 这 老婆 你怎么了 怎么从一进门开始 你就闷闷不乐的呢 报告03 我有些个人的想法 行 军分区领导 对我们的任务十分明确 那就是剿匪 对吧 对 我们一出来 就遇到了遭遇战 对吧 经过我们的分析 也确定了对方 就是许大马棒子的队伍 二零三 他们常年在这一带活动 对这里的地势 还有各村各县的情况 肯定比我们了解 我这么说吧 各村各县的人 那也比我们熟悉得多得多 你看看啊 咱们小分队一来到加皮沟 每天就是在帮助百姓 我个人认为 帮助百姓 那应该是土改工作队的 工作内容 我们的任务 那是剿匪 当然 作为党的队伍 我也觉得应当帮助百姓 但是这任务 总有个轻重缓急吧 你看看小分队的队员 每天这么走街啊 串巷啊 要不了多久 大家都知道了 我真的是担心 一旦让土匪了解我们的情况 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 那九尾任务 不就完成不了了吗 唐哥 你着急 我比你更急 唐哥 小分队的所有队员 从上到下 都知道我单剑波 于公于私 是最想把土匪赶出去的那个人 你别忘了 咱们是人民的队伍 咱们看到人民受这么大的苦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就算这件事再危险 咱们也得做呀 得人心者得天下 唐哥 人民 就是咱们的根本 如果不从群众的角度出发的话 那这些事 做起来还有啥意义 首长 咱们小分队一共就三十多人 我真的担心 这万一要让土匪占了先机 这任务 真办成不了了呀 唐哥 你的心情呢 我能理解 可二零三说的 你也想一想 我们是人民的队伍 如果失去民心 那才是真正的失败 民 民心 那 那你俩的意思就是 我们应当帮助百姓 然后呢 让百姓信任我们 老百姓一旦信任我们 对啊 老百姓一旦信任我们 就会给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帮助 这不就要得到民心了吗 是这个令 那行 那我呢 就干好我自己分内的事 把布房的工作呀 做得更细致一点 紧绰一点 拔好每一道关 一定不能让那些人和事 把我们土改的工作 给它破坏了 大哥 谁说咱们坦克只有一股子蛮劲啊 这动起脑子来 比机关千万块 下去 不是 我现在 你夸我 别老当我面 等我不在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啊 回来 这个 是我送给咱百姓的 行 我走了 回来 走吧 走了 好 走了 有什么事 快走 走 你这是哪里 我我那不想要好吃 什么事情 我 descorn了 一种都可以吃什么 你说这桂枝去了半天 怎么还不回来呢 好费人哪 老爷 老爷 您 您找我 都叫你了半天 你干吗去了 那个刚才嫂子叫我的时候 我在毛房接手呢 接手 这样的事 在这儿 怎么样 死不要脸的东西 吃着饭了 还看着锅里的 那个爹啊 二得子我给你找来了 没啥事先走了啊 老爷 您找我什么事 共产党的大兵都进了加皮沟了 这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 来了多少人 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走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不知道还不去打听打听啊 是 等等 这事我琢磨着 不能空着手去啊 怎么呢 你还想整打啥去 舍不得孩子逃不住了 你呀 这扶不倒人家 不行 不行 我得亲自去一趟 不行 我得亲自去一趟 二得的 来 备撤 你干败家的玩意啊 你去死我了 你去死我了呀 鸾超家 棉被一趟 战士李弘夷 棉被一趟 好 鸾超运换 棉被一趟 马马军 棉被一趟 高波 棉被一趟 陈振怡 棉被一趟 董忠松 棉被一趟 孙大德 棉被一趟 鸾超运换 手套肥膊一趟 老朴 你这是干什么 我扶着做饭 身边都是火 用不到 这都是老朴 不行 我们只有保护好自己 才能保护好老百姓 老朴 你的心意大家都懂 但是咱们小分队 只有三十六个人 你们每一位战士 都是小分队宝贵的财富 我们的生命 可以牺牲在战场上 但绝不能出世未劫身先死 如果无谓地倒下了 就对不起党的嘱托 对不起田副司令 和牟丹江军分区所有指战员 对于我们给予的厚望 也对不起老百姓 对咱们蒋辈土匪的期望 更对不起 自己心中 那份必胜的信念 二零三 杨派长 刚才老朴捐了一床棉被 现在要把自己的手套和微博也捐了 我没同意 就多说了几句 白雯同志 刚刚你说的那些我都听到了 大家也都听到了 你说得特别地好 我们生命的意义 不仅仅是为了保家为国 还有 我们坚上所背负的重任 白雯同志 我得谢谢你 老彪 来上 谢谢白雯同志的批评 我以后一定改成错误 没有话 白雯同志那不是在批评 是在关心你 谢谢白雯同志的关心 我一定改成错误 我先走了 这小丫头骗子 挺厉害啊 现在知道人家的厉害了 知道了 你看看刚才啊 那小嘴 像一个小白零鸟似的 他真像 他不是白零鸟 应该 叫他小白鸽 小白鸽 小白鸽 这名好听 还挺像的 小白鸽 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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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呢 你来 找你们长官 找你们长官有点事 送点东西 说好 咱这儿不能进 见一下 真送点东西 真不客气啊 找你们长官有点事 送点东西 不能进 好 长官出来了 长官 什么东西 长官 看好了啊 看好了啊 长官 你们好 你们好 站住了 干什么吧 这是我家老爷 再下姓冯 乡亲 都叫我冯老六 都叫我冯老六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听说长官们来了 我们家修备的人 特别好客呀 我的日子比大家过得好点 所以乡里乡亲 就让我带点吃的喝的 来靠了靠了兄弟们 没啥 就是些吃的喝的 赶快拉走 这些东西 我们不可能少 不 这 没别的意思 你看 就是些猪肉 粉条子 白菜 还有豆腐 米面什么的 我就不知道咱们这儿 这有多少人哪 拉的东西够不够啊 不够我再回去拉几车去 我告诉你们 我们东北民主联军 不收这些东西 赶快我拿走 给点面子吧 都是拉来了 别让拉回去了 长官 给点面子吧 长官 二女三 我看这位冯先生 也是用心良苦 既然都拉来了 就留下吧 冯先生 我们一会儿做个登记 这也算是 冯先生为夹皮沟的百姓 做贡献了 不 不 这东西是 是我犒劳兄弟们和长官的 咋的 还不乐意啊 来人 搬东西 行了 回去吧 好 儿子 这是不是土匪的爹啊 就算真是 咱也不能株连九足啊 就像子蓉同志说的一样 把这些东西留下 给咱们家逼高的老百姓 好好地分一分 一会儿进城 把驢车给我牵过来啊 高波 到 叫几个人 马上给百姓发下去 是 有七大哥 有七大哥在家吗 有七大哥 有七大哥 开一下门 把东西卸去了 高波 好 有七大哥 你们咋来了 来看看你啊 快快快进来 走 快请进 娘 娘 你看谁来了 谁来了 大娘 咱们又见面了 咱们又见面了 你们可来了 你们可来了 冷了 冷了啊 又好又不冷 你们一来啥都好了 又盼头了不是啊 高波 大娘 这是 这是 这是干嘛呀这是 大娘 没事 就让她干嘛 这 这背我这 大娘 这些事你就别管了 咱们出去说会儿话 走 这 这不合适吧 让大娘坐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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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长 您也坐 您也坐 您别客气 您先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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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气啊 咱有备窝了 勇气大哥 这两袋子米 还有一篮子肉 是给你们的 勇气大哥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你们自己的 我们的 对 是你们的 是那个叫冯老六的 给我们送过来的 当时我跟子蓉同志一打眼 就知道它是一个大地主 而且是剥削咱们 人民百姓的地主 所以我们就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将计就计 就把这些东西给留下来了 娘 你们太了不起了 那个冯老六无恶不作 是我们当地最大的坏人 勇气大哥 你也别激动 还有件事 想请您帮个忙 你说 门外车上 还有一车的物资 想拜托您 给咱们村里 那些平和的老百姓 你就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了 勇气能干 那就行 哥哥 好了吗 大娘 那我们就先走了 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您要是哪儿不舒服 就赶紧让勇气大哥去找我 好 大娘 那我们先走了啊 走吧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快 来 把这个拿上 不用 大娘 山里人没啥拿得出手 这是一点山楂 把拿上 大娘 真不用 我们呀 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这些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 看看看看看看 这不是让你们吃的 这是用的 咱们这儿不是天寒地冻吗 你们部队上的人 不一定谁会得上个冻疮的 谁要有人得冻疮了 你把这个搁到火上烤热 往那冻伤的地方一扶 它就会起作用 知道吧 这是咱们山里的一点笨办法 不玩用 拿着 行 那咱们就收下了 拿着吧 省长都说拿着了 快拿着吧 谢谢大娘 谢谢大娘 行了 您就别出来了 外边太老 走了 运气大哥 走了 大娘 你们下一个 来 大娘 我们走了 走啊 慢点 走啊 再见 大娘 再见 大娘 好人喽 娘 娘 九侧 你看她看 你饿不死了 我吃的了 吃的了 我吃的了 饿不死了 香不行 天香啊 叫 心 行 我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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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看 老虎 老虎 老子有四千宝 老儿子 大胖子 青宗马 东阳道 后两样都是你送给我的 鞋两样 没人 大当家的 老四的事 你得自己过 大马棒啊 我给你找 哪儿找着 哪儿丢哪儿找 老虎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我听说了 现在那个姓官的不让你下山 兴许是对的 我下山 给你找大马棒 老虎 现在下山可不比从前了 骂了不怕了的 共产党穷棒的闹得坏 你要真要下去 多留谁 老虎这条命 是大当家给的 自打上了山就没下去过 想抓我的日本人都滚回老家了 这一张脸 再也就没有人认得了 放心吧 后兄弟 走了 老虎 老虎 我说不让你送吧 你偏送 这家好了 你说人家根本不领你的情啊 别瞎我那么多的粮食肉绊子 我哪知道这帮人是犹言不尽哪 你说 今年这光景是咋的了 让儿子打死几个共产党吧 他又来了这么多你说 这帮穷棒子 早晚再把儿子当土匪的事告诉他们 这以后这日子可没法过 这个别犊子你说 你当土匪就当呗 临走了还挣回这么个娘们来 你说你回来你倒把她带走啊 这娘们儿真他妈懒哪 除了吃就喝 啥他妈也不干 我看哪 他早晚跟那二得子整出个大肚子了 就好了 说啥呢 说啥呢乱七八糟的 啥乱七八糟的 我说得不对吗 这土改人来了整咱们 大土匪的来了还整咱们 这日子 这日子算没法过了 行了别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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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了 咱们家的好运全让你给叨叨没了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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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你给我打开 那帮人带着咱们东西来了 李永齐跟张大山跟他们在一起 正在打鼓场 把咱东西封给穷棒子呢 啥 真分咱们的东西 那当然 这帮解毒的 走开开点 这是我的粮食 我的肉贩子 你给我拿回来 大张伙都别傻站着了 快过来再分东西啊 都过来啊 这东西放给那大伙的 过来啊 来来来来 王大爷 来 马三儿 你我你还不相信吗 来来来来 给我来 二叔媳妇 来来来 这是分给咱们的 走去 乡亲们 你们都看到了 摆在那儿的粮食 棉被棉衣 真的都是给咱们打 这些当兵的 你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他们是共产党抗连的人 他们打走了鬼子 这回回来是替咱们打土匪的 我知道你们心里都心的啥呢 一开始我跟你们的想法是一样 我也不相信 我担心他们是 是土匪假扮的什么人 来咱们加批给我祸害的老百姓 我还带着几个人去跟他们拼命 可是慢慢下来 我才知道 他们是为咱们着想的队伍 你们也都看到了 他们走街串户 看到老乡 没有粮食 饿冷 他们就把自己的粮食 还有自己的绵衣 都拿出来帮助咱们 还有 地主 冯老六那王八犊子 为了讨好他们 给他们送了一车吃的 他们冤风不动地给咱们拉来了 你们知道这个年轻的首长怎么说的吗 他说 冯老六那都是剥削咱们人民 咱们穷棒子的 要还给咱们人民 首长你是这么说的吗 我们东北民主联军 来到这儿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大家过着好日子 请大家相信我们 他们真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 咱们老百姓的兵 你们快来拿东西吧 要是有人找你们后仗 你们就把我李永其的脑袋 揪下来当于沐河的踢 好不好 行不行 相信们的 我张大山 你给大家做担保 他们呢 是十心十意为咱老百姓的 别犹豫了 都拿东西吧 老大呀 来 来 大伙 没拿东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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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白菜 来 白菜 白菜 后边还有啊 看你们 有完粮子过来 六个男兵贝啊 来 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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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来 咱们吃进去的 咱们给我捅出来 对 看见他们加倍的黄昏呗 来 大爷 来 大爷 来 走 大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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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共产党的好军人呐 这些年呢 我们可被土匪害苦了 要粮食没粮食 要免疫没免疫 每年都有被冻死和饿死的人呐 现在好啊 我们再也不会为这两件事 而逼上绝路了 首长 这下加皮购有救了 刘吉大哥 我们的目标 就是让全国的穷苦人民 能够奋身 能解放 首长 我代表我们加皮购的父老乡亲 给你吸浴购 快解释一下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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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动如此迅速 莫不是冰陀所提到的剿匪小分队 完全有这个可能 他们来了多少人 他们走劫传向神出鬼没的 我还真没看清楚 那领头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二十当当岁是个小白脸 还有一个年龄稍大点的胡子大炸的 我到了他们驻地 尽量想把消息打定得详实一点 可他们很警觉 不敢告诉我 我还白白打了一车粮食我家 男人要的应该是天下 你放心 等国军统一了东北 凡是有功之人都应该得到嘉奖 你那一车粮食做得了什么呢 那是那是 我问你 来的时候 没让别人注意到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一走走一路看 没人跟着 记着啊 把这些人给我盯紧了 有什么风吹草动 尽快通知我 尤其是他们来了多少人 到这儿来干什么 武器装备摸得是越细越好 我明白了 方兄啊 我还得提醒你 要把自己隐藏好 别被他们发现 如果一旦他们知道了 你也是联络途上的一分子 那绝对不会惊饶你 哎呀 我俩天罪 我俩天罪 《空初》 我俩天罪 他都家了 您咋来了 你不存在 我这也不 Stat 你不是数 number 人数和罪 你还吵了啊 没有 没有 藏得了东西藏得了味儿吗 我就是 那些啥 好久 看看老朋友 想老朋友 也他们想满洲国了吧 他们穿成这样 不是 那你不也夸着东洋套呢吗 咱们妈了巴子现在是国军 别让那新来的参门长看了你以后 让我当看 是 是 到他家的你这啥事啊 要不你就直说呗 那什么知道吧 不知道啊 我的妈了巴还没说呢 你说吧 我不知道 是 我看你心事这么重 我估计事得挺大 我应该不知道 先遣君知道吗 不知道 先遣图 也就是连乐图 知道吧 那 那我更不知道了 我不管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下山给我弄回来 不是 大当家的那你这太为难我了 我这啥都不知道 我咋弄啊 再说你咋就知道我能弄回来呢 不是当家的你到底啥意思啊 你这一会儿笑一会儿不笑呢 定和到人那儿 还他妈了巴子用 我多说吗 你早说呀 你这那我不就明白了吗 大丸子 弄回来 亏不了你重重伤 不是当家的 亏不亏我 那倒无所谓 我关键我一下山就得十天八落的 我这兜里也没盘着呢 我下不去 那些都不是事 一会儿找夫人 行 听您的 进来吧 这 这 她 她咋来了 她 她不是那个后山那个洋马叫 叫 叫啥来的 胡彪 对啊 她来干啥呀 她跟我一会儿下山呢 那你这是不信任我呀 当家的 让她陪你做个伴 好 还是当家的想那周全呢 那啥 那我去找这儿移上去 我再把我那炉酱条子使得使得 好 我去这儿 小哥 来 来 来 吃吧 浩飘 你自己的那份呢 小白哥同志 我们做厨师的都有个习惯 一边做一边吃 饱了 你骗人 我一直在这儿帮忙 从早上到现在 你根本就一口东西都没吃 小梅克 你看我整天没够做饭的 又不需要什么体力 他们每天都要预备打仗什么的 身体要紧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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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饿 饿一顿两个没事 你吃吧 我不饿 小梅克 你吃 老朴 小军 咋了 小军 来 来 来 快走 坐下 来 老朴 不要 没事 你怎么了 没事 就是突然脚特别疼 一下子没站住 来 把鞋偷了 我给你看看 不用 不用 小白哥 你太紧张了 可能是人家马保军 鞋穿得太紧了 我担心是下脚动坏了